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们的困惑 可以关注私信 我们来看一下首相当中的结婚线 结婚线的位置大家都知道 是在小指的边缘 在感情线的上方和小指根部的下方之间 就是在小指根部和感情线之间 这一段区域出现的长边的纹路叫结婚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结婚线的好坏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结婚线如果只有一条 像这种情况 只有一条 并且又生殖又长 在婚后的生活是非常不错的 不会有二婚的情况出现 夫妻之间即使不能够甜甜蜜蜜 也能够相近如并 但是如果是结婚线生殖但是不够长的话 这说明和伴侣之间缘分比较浅 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阴阳相隔的情况 就是结婚线也是要长一点好 最好如果是跟太阳线接触到 那么就是很有可能婚姻是非常幸福的 那么如果是手上有两条结婚线 像这种两条 说明婚姻当中有比较多的问题 有可能是二婚或者离婚之后 彼此冷静之后又破镜重圆 这是一个 三条结婚线或者三条以上是多情之人 感情来得快也去得快 爱的时候死去过奶 一旦不爱了就转身离开 这是这么一种情歌 如果是说结婚线分叉的人 意味着婚后夫妻如意两地分居 这个就是他走到这儿 他出现分叉了 婚后是容易不顺 感情变得越来越平淡 如果是婚后结婚线的末端 还出现很多小的分支 那么就代表夫妻感情比较淡 比较注重失忆和财运的发展 不善于打理感情 如果是说手上当中的结婚线 突然间走着走着 它中断了 意味着婚后生活是多波折 发生一些大的断裂 表示夫妻反目或离异 如果是后面还有一些小的支线连在一起 那么说明矛盾是短时间的 无论如何最后能够和好 就是注意这个形态 中断之后又延续 那么手上如果结婚线比较模糊 看不清楚 那么主桃花孕不佳 不但很难找到理想的对象 同时呢 爱情关系也不是很稳定 暗示着桃花孕呢 常常是不尽如人意 不尽如人意 好 我们这个关于结婚线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 要面向我们的困惑 可以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